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再去出手 买在高点的人恐怕就可能快要哭出来了 不过我说真的 我们是有这个有水准的分析师 对不对 我今天在解盘的时候 我不断的提醒大家 我今天解盘时间是9点半左右 9点45上下的时候 凯明不是问低润 对不对 凯明不是问这个什么 问这个PCP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对不对 即使我昨天在股市现场 告诉你心心 告诉你华通 我都建议你今天 不要去追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 我不知道 你没有听进去我也没有办法 对我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那不是我的错 好不好那不是我的错 我想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之前 我先跟大家谈 今天下午的四点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顶尖对台 一样这一次还是一样请到 这个江湖老江湖的这个分析师 老江来跟我们一起聊 这一次我想内容很精彩 叫什么 标题 不要怪我真的不要怪我 这标题是王博想的 叫做分析师之死啊 天啊 还不会有人死 说有人死啦 这今天是有到 有到乌鸦嘴 真的是乌鸦嘴 我很不爽 等一下大家这个直播的时候 再谴责他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与我无关 标题他想的 要谈什么 最近最红的 对不对 台湾十二个分析师 在中国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跟大家讲 对不对 到底 你们知道了多少 知道百分之多少呢 对不对 我所 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 来告诉大家 对不对 甚至呢我也跟大家讲 我跟老鱼 我跟老鱼事情非常好 我到时候秀一些对话内容给大家看 我说真的 我们要一起为那些分析师打气啊 对不对 目前这个几位 几位这个被关在这个 关在这个中国大陆的 或者几位没有办法出来的 我们一起为他打气 因为毕竟 这些人很多人老实说 我们以前曾经都是同事 甚至怎么样 以前曾经非常守向老鱼啊 对不对 老鱼没事啦 不过老鱼是没事 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为他们打气 不过我们也请到老鱼来跟大家讲 因为老鱼以前是南亚的财务主管 财务部门的 一些当初他们在跟这个中国大陆啊 这个进出海关的时候 因为有 他们 我只有没有记错 老鱼跟我讲过那个故事 因为有同事啊 因为 进出的申报 海关认为说你这个不对 你这个是首师 莫名其名要扛了一个罪名 然后怎么样 跑去坐牢 坐了不知道坐了几年 很惨 老鱼今天下午会讲这个故事 中国大陆的法律跟台湾不太一样 那什么海洋法什么法什么 我这个 这给老江讲 这不是我的专长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欢乐周末 投资朋友 这公司叫什么 美丽达 对不对 你说老师你都没讲美丽达 是你没看我节目 还是我没讲美丽达 我讲了三个月 投资朋友 我讲三个月啊 对不对 这月线不好意思 我讲了三个月美丽达 投资朋友 就在这里而已 终于在今天占上200元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投资朋友 当然没有错 为什么占上200元 绝对跟投信也有关系嘛 对不对 感谢这些帮我们忙的投信 感谢外资啊 先前大卖特卖外资 现在在回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 环法 环法真的好看 尤其在最后冲刺的时候 平地路段你看那些人 冲刺的那个张牙裂嘴 对不对 当然现在那几个冲刺好手 很多都退休了 有个叫什么 什么Keto 也退休了 对不对 凯文盘子 凯文迪西亚 也退休了 对不对 很多冲刺好都退休了 甚至包括 这种所谓的GC好手啊 就走那个 就全部的总成绩的好手 叫什么Genernal 什么Classify 还什么都忘记了 叫GC好手 今年有一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Floom 他今天也没参加 还有包括什么 这所谓的什么 一个荷兰的家伙 叫什么名字 他们都没参加 不过环法 尤其在最后充实的时候 是特别的好看 为什么跟你讲环法 对不对 环法就是自行车嘛 不过现在中 现在欧洲在流行的是什么 叫做E-bike 以前啦 这电动 这什么电动 叫什么 机动脚踏车 电动脚踏车 不一样 那个做得很难看 那现在不是耶 E-bike 是怎么样 就长得像自行车一样 高档的E-bike 这也是为什么 美利达他的ASP 能够成长嘛 因为他E-bike 卖得不错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7月初的时候 没有不是我的错 我讲了很久了 对不对 E-bike 的部分 我讲了非常久 我说美利达跟巨大 我Cover 美利达就好 我不是那种全部喔 我们散热 我们散热就买什么 齐红 双红 泰塑 超重 对不对 建策 建准 全部买 你去哪里生那么多钱啊 你身价上亿吗 你是巴菲特吗 被叛笑哥 对不对 我都很不好意思讲 我们散热纸 我们散热纸 cover两档啊 对不对 Cover两档就很不好意思了 3653 不好意思 我们Cover两档 创新高后拉回 建策 可以合理接受 对不对 3324 的双红 之前155元 出一半 长线我非常看倒双红 我Cover两档就好了 你可以选一档 买就OK了 就是如此 这是我们的操作策略 好不好 再来回到今天的重头大戏 台积电的法说会 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讯息 其实昨天下午啊 我在上这个 我在上这个非凡股市现场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众说分语 因为有人说好人说坏 因为台积电上一季的财报 真的是比预期差一点点 但是下一季呢 满载 对不对 5奈米7奈米 增加资本支出 5G非常看好 物联网两位数成长 新闻都写了 新闻都有些 对不对 我又写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花旗环球证券 徐正志 目标价拉到314元 3814元 对不对 然后呢 花旗环球呢 是286到314 高射275到295 对不对 展现出对台积电的展望跟高速肯定 其中重申目标价无变的是 这个什么 美银280 对不对 上调台积电精明后年才测 瑞士信贷270 然后呢 他说为什么 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寄争率目标18% 低于他先前预测的20% 对不对 但是很明显的高于6月10几日 大摩所说的个位数成长 高很多 不过大摩调过了 对不对 那由于心肌拉货跟HPC 刺激7奈米动能强 加上台积电肯定第四季会比第三季好 台积电这次很神奇 他告诉你第四季一定比第三季还好 他已经讲了 对不对 不过他没有说正式的一个数字 整体下半年展望跟往年望期相比 是望还要更望啊 简单讲叫做望望 蔡衍明的意思嘛 对不对 蔡衍明董事长 望望嘛蔡旺旺董事长 徐春智因应台积电最近 就给大家看 我们不多念了 好不好 但是 但是 but 唯一一条这样财测的外资 是重申台积电中立的大摩 大家知道大摩的摩鱼团队 对不对 摩鱼团队说啊 这个詹嘉宏他说 台积电上季毛利率不佳 本季营收目标充分 已经被充分预期 对不对 他之前降得很差 他就把他调高了 全年财测还有变数 都让他态度保留 下调台积电今明后年 EPS分别预估是5-7% 同步下调 目标价239-236 投资朋友 这个摩鱼团队啊 对不对 这个摩鱼团队 真的都在摩鱼 这是7月4日的报告 后面有没有调升 我就不知道了 7月4日 南亚科 他的报告是什么 目标价47元 请问各位投资朋友 你知道吗 最近南亚科期也没什么涨 对不对 高档拉回了 从你们买到最高点之后 对不对 从我的朋友打电话 问我南亚科可不可以买 就这一天 真的就这一天 我不好意思秀对话内容 对不对 全市场都买南亚科 全市场都买南亚科 都不会赚到钱 连个汉堂都赚不到钱 连个双红都会赔钱 黑就是我阿姨嘛 对不对 长辈是一回事啊 年纪大是一回事 我告诉你 这一行的特色是什么 德文道有先后 数月有专攻 并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轻 我就比你不会操作股票 对不对 真的该退休 那也是该退休了 那该退休了 他只会讲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当然是很好控制 200多张 拜托一下200多张 我不好意思讲 不然我在电视上告诉你 你赶快去买的华盐 华盐关系到300块怎么办 我纯属开玩笑 我纯属开玩笑 这200多张啊 对不对 我可没跟你讲这些 我们回到我们的标题 要跟你讲 大摩团队 南亚科47元 今天他67块 对不对 大摩团队 6月4日 下修台积电日月光目标价 我告诉你 连日月光都可以买了 当天我怎么跟你讲的 请你回去看6月4日的节目内容 好不好 6月4日 6月14日 我跟他讲这东西 我都跟你讲过了 我不是第一天讲 我绝对不是马后炮 我最堵烂人家怎么样 人家马后炮 对不对 堵烂不得了 我觉得这些人 马后炮的人 我完完全全的 看不起他们 所以你看 这都跟你提早讲了 但是你有听进去吗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请你看清楚 371的日月光 你看 连大象都在飞了 更不用讲小象 对不对 这种小象的 这种金元店 早就不知道找到哪边去了 大象都在飞了 好不好 你看 外资圈越来越悲观 Morgan Stanley 告诉你说 华为供应链一大堆不好 对不对 这写了一堆了 我们没有什么好讲的 反正日月光它也降 什么都降 你就继续降吧 降到你开心为止 好不好 对不对 摩鱼团队 从六月四日到现在 日月光六十块 涨到七十几块了 对不对 今天收盘多少 朋友 今天收盘多少 70.4啊 对不对 我们没去买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股票涨更多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最近为什么 有会员就问我说 会计师 为什么最近的这个 报纸出来的 出来的新闻 都是你 叫人家买的股票的新闻 不是我要他写的 对不对 我不认识刘朱松啊 我不买意啊 对不对 昨天那个写慧阳的 我也不认识他啊 为什么那么刚好 为什么 一点都不刚好好不好 我告诉大家 这绝非偶然 我只是跟大家讲过 你从营收 就看得到获利会很好 你从BDI就看得到获利会很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 新闻写出来 你才愿意去买呢 对不对 等一下跟你举那个新闻 今天大写特写那个例子 结果我顺势就脱力了结了 有一档股票 他叫做3037的新星 对不对 我早上连线跟你讲 不要再追高这种股票了 我知道后来很好 但是不是这样做法 好我们看一下预期 预期近四年上面的表现 你看到对不对 16 17 18 19 2.77 3.62 3.2 2.33 3.21 你看2019 3.21 还不错 合并营收上是上来的 只是怎么样 第二季还不错 第一季比较不好一点 你看到第二季 第一季 去年高于同期的1.65 創下同期以来的新高 还不错 对还不错 然后呢 预期字节上半年的一个 合并营收啊 对59.32亿元 年车24% 对不对 然后呢这已经创同期新高 然后呢3.21亿元 优于去年同期2.33元 预期也表示说 第二季上半年营运的 創立新高 还有同期新高 主要是产能的一个 持稳 扩增有成 再加上经营团队 废话 不然是什么 对不对 我都不多念啦 念那种东西 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 好不好 然后穿 寫一堆 寫了一堆 寫了一堆 对不对 如果没要买也是没好 对不对 你如果没要买也没好 投资朋友 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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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回去看 股市现场 对不对 请你回去看 股市现场 3月28日 我讲什么 我讲预期 我讲南保 南保都不好意思讲 南保还要讲什么 投资朋友 你生在这里 对不对 難保就生在這裡了 我都不好意思講 玉琦那時候怎麼跟你講 他代工了戶外功能鞋 對不對 有四十個品牌 包括你有聽過的 North Face 北臉 對不對 Timberland 對不對 Tee Black 對不對 還不知道什麼 UA Under Amour 其他幾個你可能都聽過 但是怎麼樣 這三個是超級有名 有名到爆炸 但是他所做的什麼 他90%做的是戶外鞋 而且幾乎所有工廠 都有通過GOTEX的認證 老闆姓林 林文治 對不對 林文治林董事長 都有經過GOTEX的認證 對不對 然後法術會表示說 東奧帶來的運動熱潮 客戶下輪更積極 我當時也跟他講過 奇怪 這家公司很久沒有開過法術會 對不對 人家那時候跟你講多少錢 那時候跟你講大概六十塊 五十幾塊六十塊 你家嘛 三月二十日你家 投資朋友你家 投資朋友你家嘛 是不是就在這裡 三二里在這裡 六十塊上下嘛 我沒有騙你吧 對不對 我沒有騙你吧 中間還回來一次在這裡 投資朋友 又回來一次六十二塊二 我都沒有騙你哦 投資朋友 對不對 北聯啊 對不對 Timberland 因為他說柬埔寨的產線 擴充十三條 要開六產線 什麼第二季成長 跟我撿住 果然沒錯 果然沒錯 對不對 標題叫什麼 運動明日之星 本意比水漲船高 對不對 果然沒錯 投資朋友 上禮拜 上禮拜的此時 有人問我愛運指老師 沒有來錄那個 錄節目 我去錄 股市周報 我一樣告訴你 9802的預期 沒騙你啊 對不對 我還是跟你講預期 東奧概念股 連續三年EPS 預五元 這個圈包怎麼弄來的 你們不知道 反正就超過五塊 旗下主要生產工廠 大部分為GOTEX的認證廠區 對不對 然後呢 戶外協銷售佔90.4% 越南廠區的總產值 今年可望超越 贏大陸廠區 對不對 然後呢 集團以10到15% 為年度成長目標 連續三年一片 預五元 預期 走路有風啊 張宇有唱過嘛 走路有風 我們不是KTV時間 所以不好意思唱 結果我還蠻會唱的 就這樣子 對不對 跟你講過啊 送給大家看的 大家都記得吧 你沒有來看我也沒辦法啦 不是我的錯啊 對不對 同事朋友 在幾分幾秒這裡 20分07秒 你現在看不到啦 不是我的錯啊 對不對 最近我們會員也沒有會員贏 因為 我的notebook壞掉了 不好意思 這個工程師 還在修當中 因為 我跟大家這樣講好了 這個 反正就還在修 還沒拿回來就對了啦 那沒有辦法 我們就暫時沒有會員贏 不過我會跟大家講 等到季報完畢之後 應該在8月15日之後 我們一樣有線上演講 沒有辦法錄 我至少 我回家錄應該OK的啦 我回家 我家裡還有電腦可以錄 對不對 就這樣OK 好不好 第二季的線上演講 原則上是8月15到20日 我還是會錄 那這個我送給你看的 因為我 之前我告訴你 第一季性上演講 我來特別鋪那個梗 鋪那麼久 我特別不賣錢 我等到什麼 我等到6月底再讓你看 因為我20週年嘛 大家記得嗎 你有來看的有賺到啊 有來看有看著 其實我5月20日就已經跟大家講 智協裡面 我就推薦預期跟什麼 跟百合啊 對不對 我帶會員買的叫預期 跟你講啦 投資朋友 都跟你講了 這種其實這種邏輯很簡單 豐泰本益比26倍 百合本益比20倍 那請問你去年賺5塊的預期 如果20倍本益比是多少錢 100 那如果你60買 你是不是有40塊的空間 如果你70買 是不是有30塊空間 這樣你會了吧 對不對 這樣你會了吧 投資朋友 7月8日 預期將在7月10日除息 由於KY股是海外所得 除非你海外所得超過100萬 否則不會有稅付的問題 預估配發3.63元的現金 殖利率 大概5% 你有錯嘛對不對 7.3到7.4附近建立持股 7月8日 七月八合 七月八合 7月10日除息 我買完的第三天就除息了 第三天除息對不對 對不對 回完過 老師 怎麼會寫成這樣 我說不拜託 怎麼會寫 哪有摔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這不是7月8日 7月11 不好意思 除完息之後 我們所有會員就買了 對不對 除息之前是存股會員 因為這存股 存股當然是這樣搞法 對不對 這不是75塊 這除完息之後 已經拿到75塊 他就填完息了喔 你可以看到對不對 沒有錯嘛 我應該 75塊應該填完息了吧 7月10日 7月10日除息嘛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隔天已經填完息了 對不對 沒有錯嘛 7月11日就幾乎填完 這74.6 這74.6 對不對 隔天填完息 好不好 再來怎麼樣 當天 75塊以下很好 很好算 因為當天已經填完息了 對不對 填完息之後 我叫我所有會員下去買 對不對 老師漲好少 今天才82塊 沒有錯啦 做股票是為了賺錢 對不對 不是為了去買上癮線 不是為了去買來怎麼樣 買來賠錢的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今天我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看到了吧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這是昨天買星星 開盤先去買 37.5到38 對不對 再來再去怎麼樣 再叫另外一組會員去買 然後今天做的事情是什麼 開盤的時候 先把星星預期出一半 再來請大家把星星全數獲利了結 投資朋友 我們要做的有水準一點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在這裡 應該在這裡吧 投資朋友 對不對 10點 9點06分嘛 就0分應該在這裡 10點25分 9點06分 在這裡 10點25分在這裡 差不多都是賣在大概 42塊上下的位置 昨天買37塊 昨天買38塊 OK的 OK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賺到錢 我不要說 對不對 今天看到新聞寫那麼大 才衝進去 新聞寫很大 前天李昂 昨天 昨天小磨嘛 不是 對不對 後來他改小磨 他買寫大磨 寫大磨 磨跟大通啊 結果買最多的是大磨 買最多的是台灣 Morgan Stanley 那種假外資短線外資 今天大概都倒光了 想也知道 我很討厭看新聞做股票 我很喜歡看的新聞出來 我就叫會員獲利了結 或者是先出一半 投資朋友 昨天的2637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了 我先叫會員出一半 34塊上下 今天34.8了 OK的 對不對 昨天 記者去訪 玉民的總經理 記者去訪 去訪這個 惠陽的董事長 我們買的是惠陽 不好意思對不對 玉民也漲不少啊 對不對 這個台行也 今天也創新高啦 對不對 就這樣子 不難啦好不好 這就是操作而已嘛 這不難 那欣欣內容自己看 李洋本來升他為46塊 這個大小模型不開心 我賣48塊 好 就給你48塊 好不好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 這內容給大家自己看就好了 我不多 花時間解釋 剎一堆啦 剎一堆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有人問我說 說會計師你對雅尼那個採礦權 一審呢 被判不肖了 有什麼看法 我說你手上沒有雅尼的話 就不會有看法了 對不對 出雕啊 48塊 那些荷春 48塊那麼好出 我請問你 對不對 我請問各位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等到現在 再問我說怎麼看怎麼看 我也知道雅尼第二季很好 每個人都知道啦 不是只有我知道好不好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眾所周知的事情 就沒有利潤了 你懂不懂 對不對 你一定要 知道別人不知道的東西 你才會賺到錢嘛 投資朋友 昨天告訴你了 對不對 散戶心法 真的就這樣子 散戶一定就在高檔才去買 買了怎麼樣 買了就會套牢 套牢就說他要唐期投資存股 所以你只要看到 YouTube上面有寫什麼 要存股的 每次都很多人點 點半天了 每個都想存股 結果呢 存的全部都是套牢的股票 我請問各位投資朋友 我舉這個例子 我不好意思講 這家公司做工具機 叫做456的東台 大股東我還認識 不好意思 跟他吃過幾次飯 我爸的朋友 對不對 我請問你拿這個股票在存股 你在存什麼蚵仔寒幾 8064的冬節 我請問你對不對 今年不錯 今年的時候比較壞錢 你拿這種股票在存股 你是在存什麼蚵仔寒幾 我請問你 我真的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甚至我跟他講過 旁邊都是綠色的 你就少買了 好不好 都是綠色你就少買 除非你知道他有轉機 我昨天 在股市現場講了一檔轉機股 大家記不記得 投資朋友2723 叫美食 我本來很看壞他的 其實我說真的 現在也沒有看好到哪裡去 但是他在低檔爆出大量 3588張 他在這一天爆出一個3588張大量 爆量換手 或許趨勢開始扭轉了 我昨天在節目才跟他講過 對不對 我說現在全市場也會當股票 他說什麼 菲律賓 對不對 誰誰加盟他 他說什麼 日本他趕上東澳商機 似乎都是設計好的 我也知道他找的是哪一家公關公司 我不想多講 我的粉絲頁 不是我的粉絲頁 我自己的FB上面 有一堆這些公關公司的 老闆啦 或者是這些公關公司 都放這家公司的新聞 不是這一家啦 另外一家 你還不知道要小心 我不知道啊 對不對 我很擔心的事會發生 我告訴你 很多事是怎麼樣 天高皇帝遠 對不對 他一堆的分點 可能在日本 可能在菲律賓 對不對 甚至可能在哪裡 對不對 聖多比普林西比 聖多美普林西比 都有可能啊 台灣你也看不到幾家 你走路都看不到他的 你走路都看不到他開在哪裡了 你還相信他們嗎 同時 大家記不記得我當時怎麼講美食的 我跟大家講過 我說呢 當時候統一超的股價 比美食低很多 我說一定要買統一超 原因在哪裡 統一超每年現金配很多 美食配很少 可是當這幾年 你看到美食的現金配上來之後啊 美食最近這幾年現金配上來囉 結果股價反而不被認同 這這真的很有趣 你知道嗎 這有點 這也很有趣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大家 或許要扭轉了 對不對 這種東西我會撿便宜 我會撿便宜 對不對 你可能不會撿 那不重要好不好 反正散戶心法嘛 散戶只願意去追價 對不對 套牢就長期投資存股 解套就小賺出 對不對 今天才跟一位散戶投資朋友 之前他家族會有朋友 罵他罵了一頓 什麼 弄什麼城市交易什麼的 莫名其妙 對不對 結果他說什麼 他每天控制不住 他一定要按兩下 一定要 弄一下他才會爽 跟反股 跟反股男孩一樣嗎 對不對 怎麼樣才會爽 對不對 就真的 這是不對的操作模式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告別 你的散戶生涯 你要棄暗投明 你要 揮別失敗走向成功 我們棄暗投明 Part 2 我真的很希望投資朋友 你不用需要很大資金 有人問說 會計師 我是不是要拿500萬 600萬 拿一億來加入你 才有辦法 帶我賺錢 不用 真的不用 對不對 你只要有足夠的資金 這個足夠兩個字 很難解釋 對不對 當然我希望你至少要有 30 40萬以上 我希望如此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你只要足夠的資金 你想要棄暗投明的 你想要揮別失敗 走向成功的 我們的棄暗投明 Part 2 我希望大家真的 對不對 能夠跟著我們會贏賺錢 最近真的很神 你這個禮拜 每天新聞一翻開 怎麼都是我股票的利多 下禮拜一會不會是聯勇的利多 我請問你 說不定喔 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不是在我的Lite跟大家講 我今天建議我的會員 16 168一路發 這個數字不錯 對不對 我們下去 買聯友 一路發 我也建議大家小心 對不對 小心心心 其實我跟大家講 對不對 我們跟大家講 台灣之光講了很多次 你看今天台灣之光創新高了 今天創新高的不是台藥 今天創新高的也不是聯帽 對不對 今天創新高的公司叫做 我們的台灣之光台光店 投資朋友 不要說我厲害 沒什麼好講的 好不好 如果你想跟我們一起賺錢 你想要棄暗通明的 對 你想要走向成功的 週末時間 我們的助理人員 都在線上服務 對不對 趕緊把握機會 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祝大家操作順利 好 這個